东坡长得怎样 选自伊若芬 陪你去看苏东坡 中国各地的东坡塑像 自有创制者的想象或图像依据 近年拍摄东坡故事的影像作品 饰演东坡的人选也颇受热议 哪一位演员的人设 能够符合读者心目中的东坡形象呢 东坡是个大胡子矮胖哥 还是长得高挑清秀呢 我们从他的字数和朋友的眼光中 可以大致拼凑出他的样貌 公元1099年 东坡在海南岛 为他的弟弟苏哲 过61岁生日的时候写诗致庆 苏哲回赠赐孕子瞻记贺生日时 诗中说道 弟兄本三人 怀抱丧起义 宜然中语书 奇了天所至 东坡有一位兄长 名叫锦仙 不幸早妖 东坡和紫游 都是高个子 老天庇佑他们 活到了这把年纪 东坡和昭云 在黄州生的儿子 名叫苏顿 东坡形容他 怡然隐义 可惜这个小名叫杠儿的儿子 不满周岁就夭折了 东坡大便有多高呢 公元1073年 38岁的东坡 在杭州担任通判 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 有一天白天 他在西湖东南边的 宝山睡觉 写了一首诗 叫做《宝山骤睡》 这首诗里说 七尺顽居走逝尘 实为便父助天真 此中空洞魂无物 何止容均数百人 古代的七尺 大约是一百七十二公分 实为大约是一百公分 形容粗大 诗歌里的数字 大多是虚写 这位有大肚男的高个儿 到了海南岛 写的菜更负并絮 还说 先生心平而契合 故虽老而体胖 从海南岛北归时 已经被困顿颠沛的生活 折磨成 鸽骨双染 心已灰了 东坡的高个子基因 遗传到三十二代孙 长洲市苏东坡研究会副会长 苏慎先生身上 苏慎是东坡长子苏迈的后人 我教苏式文学与艺术课的时候 常常拿四川大学曾早庄教授 海南东坡书院朱壮财院长 和苏慎的合影 让同学们猜 哪一位是东坡的后代呢 东坡后代 到底长怎么样呢 同学们从来没有猜对过 总是以为 苏东坡长得矮矮胖胖 还有满脸的洛塞狐呢 一些东坡的画像 也把东坡画成满脸洛塞狐 比如三苏慈收藏 清代螳螂昌会的东坡像 有的学者认为 大胡子东坡的造型是错误的 相反的 东坡的胡子很少 果真是如此吗 人的高矮胖瘦评段是相对的 胡须的多寡 胡须的多寡也是 东坡称他的友人孙爵 叫冉孙 称鲁元汉 冉青 称 刘景文 秦官的虚冉 都比他丰厚 冉 是长在两侠的 胡须 东坡形容自己 有血染 衰染 和他童年正近视的胡宗裕 描述五十岁的东坡 说 苏公五十 病染斑 病脚和虚染 黑白夹杂 所以 东坡的胡须 就算不能密 也不能算稀疏了 称东坡为染苏的 大胡子东坡造型 可能是从元代才开始的 女诗人 郑允端的一首题画诗 东坡赤壁图说 老蛮熊市 欲吞吾 百万楼船 一句哭 留得清风 明月在 网于某酒 赴染苏 顺便一提 百度百科 提到 东坡自称染苏 引用一首诗 叫做 《客位假妹》 诗里面说 同僚不解释 韵色见染苏 这里的染苏 是错的 应该是染虚 而且 指的是 奉祥府的太守 陈公毙 不是指东坡 明清时 染苏的形象 趋于定型 比如 明代卫学一 何周记 就描写一件 核桃雕刻的工艺品 主题是 东坡的赤壁油 文章说 船头坐三人 中 鹅官 而多染者 为东坡 清代 李玉 梅山秀传奇 戏曲里面的 东坡 打扮就是 小生 胡染 金服 东坡 容貌的显著特征 是 拳骨高耸 他有一首诗说 身 身 长 自息 船 身旧 兽骨 瑶之 是 弟兄 东坡 自助说 鱼与君 皆 兽骨 贯耳 班列中 多止于二人 不问 而知 其为 钟表也 这位表弟 就是 东坡 姐姐 八娘的 丈夫 陈之才 的弟弟 和东坡 有 亲密的 亲戚 关系 东坡 说 他和表弟 长得像 他们都有 高耸到 耳边的 颧骨 有一位 南都 商丘的 画家 叫 陈怀利 他为 东坡 画像 东坡 做了一篇 文章 他说 每一个人 都有 他的面部 特色 就叫做 意思 画家 只要掌握住 特色 就能够 表达 相主的 神采 他举了 顾凯之 画人物 以及 森维珍 画 曾公亮 的例子 说 自己让人 画 灯硬壁上 的 投影 也就是 他的侧面 萧霞 风拳 行貌 立宪 许昌 苏青龙 先生 他是 苏哲的 二十七 世孙 我一边 听他 谈 重印 龙昌 木克 孤本 梅阳 苏氏 族谱的 宏愿 一边 注意到 他也 长着 突出的 犬骨 真是有 苏家 意思啊 我是 伊若芬 为你介绍 我的书 陪你去看 苏东坡